在分析当中的一般线性模式选择重复量数 名称命名为Drag 水准数是3 再点选新增 接着点选定义 将三个变数依次点选到右边的受试者内变数当中 在图形当中将Drag点选到水平轴 点选新增 再继续 选项当中 勾选 叙数统计 效果大小估计值 如果要进行事后比较 将Drag点选到右边的显示平均数 再勾选 比较 比较 主效果 现在区间 使用Bomferroni法 进行调整 接着点选继续 按 确定 完成分析 相依 相依样本变异数分析 的事后比较 也可以使用T检定来进行 在分析当中 选择比较平均数法当中的成对样本T检定 先按住Ctrl键 同时选择 第一及第二 再选择第一及第三 再选择二三 选项下 现在区间的计算方法是 1减掉.05除以三次的比较 所以是98.3333 接着点选继续 再按确定 完成分析